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星期五出發前往北京 出席星期日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 新任代表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再次被問到會不會接任人大常委職務 作為新任的人大代表 感到很興奮和期待 人大常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擔當著在正式大會以外 其他時間的一個雙向調良的角色 這是一個重要的職位 我相信中央都會有他的考慮 我想民建聯所有的成員 包括我 如果有機會接任 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我想上去很快就知道了 行政長官李家超 星期六亦會前往北京 這次人大會議的開幕儀式